森林里的服装秀 琪琪 啊 我刚穿哪一件才好 啊 穿这件好呢 还是穿这件比较好 琪琪 你还在做什么 大家都在等你哦 啊 妈妈 你觉得穿这件好吗 还是要穿大件 你是跟小玉老师去森林吧 穿妈妈帮你搭配的那套衣服不就好了吗 可惜 每次都穿这件 最近你太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了 偶尔也要把好不好看这种事情忘了 尽情去玩 不管是和昆虫或蚯蚓玩都好 啊 来了 来了 你在做什么 怎么这么慢呢 我刚才在挑选要穿去森林的衣服 可是看起来跟平常差不多啊 就是啊 因为妈妈有些生气的叫我赶快出门 所以还是这样 冬天的森林好冷清哦 对啊 树叶也一直掉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在说什么 冬天森林也是非常热闹哦 是吗 是啊 只是睡着了而已 可是 昆虫应该没有了吧 昆虫们也正躲在某个地方 一直静静地等待着春天来临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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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先等一下 小玉老師 怎麼了嗎 來了 來了 誰來了 靈感來了 啊 靈感從哪裡來呢 他們一擁而上 一直叫我創作 創作 創作 趕快來創作啊 奇怪 怎麼不是鉛筆或顏料呢 這種方式被稱為拼貼畫 是把小張的紙片拼起來 創作成一幅完整的畫 很好 很好 感覺不錯 很好 好像有點不對 是這樣嗎 就是這樣 恰呼 我們在這裡妨礙到小玉老師就不好了 那麼 我們就去探險吧 我們就去探險了 森林 真的還是很熱鬧嗎 蚊蟲都到哪裡去了呢 那個 其實就算看不到那些蚊蟲 我也覺得沒有關係啦 啊 好漂亮的葉子 等等 等等 那是 啊 剛才那片葉子怎麼會變這麼大了 不對勁 應該是我們不知不覺變小了啦 啊 如果我們幾個變小了 那就表示那些蚊蟲變大了不是嗎 是不是有聽到什麼聲音 是不是從那邊 啊 是蟲有 還沒好嗎 還沒好嗎 是不是在睡覺 我夢見的是全天的夢 到了全天 飛上天空的夢 它會變成蝴蝶吧 什麼聲音 聲音是從那邊傳來的 啊 有好多瓢蟲啊 真的有好多瓢蟲 可是我比較喜歡小一點的瓢蟲啊 有人在嗎 你們還醒著嗎 好慌喔 不知道瓢蟲是不是也會做夢 當然會啊 會夢見好吃的牙蟲喔 不行啦 我們趕快走啦 你好啊 怎麼了嗎 蟲子啊 我的名字是可可 我的名字是惠惠 我的名字是莉莉 我們三個是蘇伊蟲三姐妹 蘇伊蟲嗎 好怕 姐姐 那個小朋友穿的衣服好漂亮喔 真的耶 看起來好時髦喔 超級可愛的 你們在說我嗎 對呀 這套是我媽媽幫我搭配的衣服喔 她一定是一位很懂搭配的媽媽 嗯 嗯 嗯 沒錯 欸 可可姐姐 我也好想要那種漂亮的衣服喔 你跟我說也沒用啊 冬天的森林裡根本沒有能做漂亮衣服的材料嘛 我知道 可是 有啦 我想到一個好辦法 我來幫你們做漂亮的衣服怎麼樣 真的嗎 真的嗎 交給我吧 嗯 真不錯 真不錯 小玉老師 請問我們可不可以拿走一些色紙呢 可以呀 反正還有很多 謝謝小玉老師 奇怪 我還以為我聽見了孩子們的聲音呢 好啦 選你們喜歡的顏色吧 哇 姐姐 我突然覺得好興奮喔 就是啊 那從莉莉開始選自己喜歡的顏色 好 各位 我們將在術裝上舉辦服裝表演秀 來喔 每一件都是琪琪設計的漂亮洋裝喔 歡迎還醒著的朋友過來看看 那麼 各位觀眾 服裝表演秀正式開始囉 耶 我等好久了 太帥了 琪琪 第一位出場的是莉莉 大家好 溫和的水藍色是不是很像春天 接著出場的是惠惠 謝謝 太陽般的黃色是不是很亮眼 最後出場的是可可 大家久等了 最後用帶有女孩氣息的粉紅色做結束 不這樣漂亮嗎 看起來非常漂亮喔 我呢 好看 好看 那我呢 哇 好美 會會 莉莉 我現在覺得好感動喔 我也覺得自己幸福極了 我還是第一次感覺到自己這麼開心呢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也是一樣 我對你們 你們在哪裡 喔 是小玉老師的聲音 我們得走了 變回原來了 大家也都不見了 喵喵喵 誰不見了 就是可可 還有惠惠和莉莉他們 欸 本來想跟他們說我喜歡他們的 奇奇一定還會見面的 就是啊 下次再來看看吧 也對 好 我們回去囉 好 嘿嘿 回到家就是吃點心的時間了 哈哈 奇奇 真的很謝謝你 嗨 各位 聽說 因為陶樂比的爸爸在家閒著沒事又不幫忙 所以讓他媽媽很生氣 他爸爸一氣之下就離家出走了 不好了 怎麼辦 不過 我覺得陶樂比的爸爸很值得信賴 而且也是個很棒的爸爸喔 下一集 超級爸爸 一定要看喔 讓月空再次美麗 2024春季 超股大型舞台劇 請小漂浮城堡 購票請賬年代售票系統